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离婚城与林静安的爷孙恋当时曝光后引起不少网友热议 而今年4月离婚城因大传来离世 引人注意的是27日离婚城的儿子 透过社群发文控诉当时爸爸的后事都是自己在处理 而林小姐在医院结婚只是为了伪造出 生前夫妻赠予抢房产 自己的姑姑 依旧是李昆城的妹妹在一旁照顾 就能够签所有医疗同意书文件 根本不需要为子儿结婚才能够签 此外结婚证书爸爸也没有写好给林小姐 对方是自己写好几份 预备拉爸爸的手用盖指纹的 当时爸爸已经没有力气签字 林小姐还能够伪造文书 把银行户头里的钱全部领光 车子也全部卖光 拿到遗产过户后人就躲起来了 不仅巴掌老家遗产税也不处理 整天在家喝酒打电动破坏东西 甚至还想将神主牌摔烂 不过李昆城的儿子也提到 这间老家已经贷款过四笔 早就负债满满 事实上林静恩曾于八年前发文表示 很多人说他很聪明 等到李昆城离世后就可以接受他的财产 不过自己认识的他 车贷房贷都稍微矫情 每个月还必须付数万元 男人刚交往时 自己根本不知道对方的身份 随后也表示因为李昆城天真浪漫 有时候会放松到忘记赚钱 一开始自己还会跟着他紧张 因为他每个月的存款都会见底 但他都有办法顺利度过 该天文被翻出后 不少网友都力挺林静恩 并直呼既然是负债的房子 又何必抢来呢